有时候真不能深拉 香港电影人的背景 如果仔细探究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家世显赫 比如李小龙跟赌王和洪参是表兄弟 洪金堡的曾祖父洪术祖 是自杀宋教人的主谋 还有成龙的老大防盗龙 当年也在国民党特务头子 代理手下做过事 可以说每一个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恩女演员方面也有不少人背景深厚 尤其是古惑仔终 饰演小结巴的黎姿 不管是娘嫁还是婆嫁 都属于是名门望族 他的爷爷李敏磊 是香港电影的开山鼻祖 香港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 华美影业就是他创办的 还有第一部港片庄子时期 也是他拍出来的 后来黎姿做了演员 嫁给二代博豪马亭强 这个人的身份 不仅仅是香港大富豪那么简单 他的老爸马熙如和叔叔马熙珍 当年可是与博豪齐名的 香港四大毒贩家族之一 虽然说是齐名 但二马的实力可比博豪强得多 二人被查的时候 律政司控告他们偷运了700吨鸦片 而博豪被控的数量才30吨 足足有20多倍的差距 按照当时的价格来说 这700吨鸦片就是70亿港币 什么武艺探长吕乐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既然吕乐 博豪都有自己的传记电影了 那么如此厉害的二马 自然也不会被香港电影员放过 1991年博豪大麦之后 当年11月份便有人邀请于梁伟 正则是拍摄出了以二马为原型的 四大家族之龙虎兄弟 讲述了这两大毒枭的发家史 今天咱们就来结合这真实的历史资料 好好解读一下这部片子 看看两个父母早逝的孤儿 是怎么从一无所有翻身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 视频较长 制作不易 方便的话麻烦点个赞吧 故事开始的时间是40年代末 此时政局动荡 百叶凋零 不少大陆人为了混口饭吃 都偷渡来到了香港 这其中就包括大 小马两个兄弟 但是他们出来此地没人帮扶 吃饭也仍然是个问题 大马饭店全身只有一毛钱 连个最便宜的包子都买不起 只能饿着肚子 而小马子也是如此 不过他胆子却很大 趁着一个烧鹅摊主走神的时候 悄悄地顺走了一只鹅腿 但是还没走远就被发现了 老板拉着他让其交出来 还扬言要砍掉他的手 在一旁的大马听到动静 便赶忙跑了过来 老板虽然搜出了烧鹅腿 但是不可能真把大马的手砍掉 他拿着那只鹅腿 往路边的粪桶里涮了一下 便塞进了大马的口中 看着哥哥如此受辱 小马忍不住地转过了头 而大马则是满脸悲愤地承受了这一切 当两人被放走后 心中万分愧疚的小马 向哥哥承诺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不知道是导演有意还是无意 专门拍了这个偷烧鹅的戏份 香港的第一部电影是《庄子是漆》 第二部就是《偷烧鹅》 从这段戏中就可以看出 二马之间的性格差异 大马是稳重保守 小马则比较冒劲油滑 而这种性格也贯穿了影片的始终 既然要脚踏实地了 那自然就得找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 两兄弟就来到了附近的码头搬货 但是他们这个年龄 哪有多少力气 俩人合力都搬不动一个麻袋 就在他们放弃打算离开的时候 小巷子中的一个破儿童车 让他们找到了灵感 那就是把麻袋放在上面运送 这一来一回就是好几代 比那些大人运的都要多 但是到了傍晚结算工资的时候 工头却刁难起了他们 面对工头的客扣 小马还是一如既往的冲动 抓起桌子上的钱就要跑 但他们两个怎么可能跑得过大人呢 直接就被抓回来挨了一顿打 然后就被扔进了海里 大马虽然很是稳重 但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现在被人客扣了工资 那当然是要报复的 他带着小马找来一桶油 倒在了搬运货物必经的药板上 让扛米袋的工人一个不小心 就滑倒落入了水中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马带着小马利用工具 把水中的米袋捞了上来 带回住处便分给了街坊们 但是这消息很快就被那个工头发现了 他来到此处就要给两人一个教训 这时候大马分米的善心就起到了作用 一个老人看不下去 走了出来 这个王老吉不是卖凉茶的 而是开自花摊的 自花也被称作花卉 是清代中叶诞生的一种赌博方式 在很多地方都有流行 庄家会预先开出一个列表 内有36个人名 或者36种物品 哪次开赌时 就在这36个名字中选一个 写在纸货竹牌上 逆封起来 在当眼的地方放几天 然后这期间赌徒们可以随意下注 到了约定日期 便打开谜底 然后派彩 派彩一般为一赔30左右 只要没有作弊的 庄家就是轮转 王老吉18岁来到香港 靠着一身功夫打遍天下 掌控了全香港的自花摊 因为是潮汕出来的 所以只要有同乡落难 他都会伸出援手 二马也正好是潮汕人 老者带着他们就来到了此处 王老吉最是喜欢讲仪器的人 听说这两个小孩子拿米芬给街坊 而且还对自己是同乡 便大手一挥 揽下了这个事情 还把二人收作了干儿子 然后第二天就带人来到了码头 把那个公头打个半死的 小马式的牙字必报的人 现在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便拿起斧头要砍断对方 踢自己进海的那只脚 这时候大马站了出来 他深知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 只是把此人扔进了海中以做惩罚 算是双方扯平了 在这之后 两人便开始跟着干爹的心腹石哥 管理起了自花摊 现实中的马式兄弟 跟电影中的经历差不多 也是在加入潮汕帮后 依靠自花摊积攒的第一桶金 时间过得很快 几年之后 大马这个小胖子就变成了大胖子 不过性格仍是稳重 而小马的性格也依然没变 好勇动狠的他 成为了到处惹是生非的花花公子 因为那些年香港发展很快 赌博行业的变革也迅猛无比 受到赌马赌狗的影响 王老吉的自花摊生意 是一天不如一天 小马便提议要改革才行 虽然被干爹拒绝了 但小马却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跟大哥吃饭的时候 还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劝干爹 但是大马的性格本就保守 所以并不同意弟弟的做法 而小马还是不肯放弃 他找到了一个眼镜男 提供了一万块的本金 定把中奖号牌告知了对方 前面我们也说了 自花摊的赔率是1.30分 一万块的下注额 就要赔30万 自花摊当时就要破产 但王老吉是个重信誉的人 即便用高利贷也给客人们派财 大马知道是小马搞的鬼 所以现在心中很虚 便提议不如兄弟们凑钱 把这个窟窿给补上 王老吉自然是同意的 但算下来还差个四五万的缺口 作为老板的王老吉 本来应该有些身家的 但他平时喜欢吸大烟 所以并没多少积蓄 大马这时候站了出来 说自己可以想办法 大马的行为很受王老吉喜欢 直接说以后就让他们兄弟 管理自花摊 虽然拿到了管理权 但大马心中很是气愤 把弟弟拉到一旁 便开始训斥他自作主张 这暗地里搞事对不起干爹 也对不起兄弟们 一旦被他们发现 他们哪还有脸混下去 但小马却反驳道 现在自花摊每况愈下 大家工资都快发不起了 要想重现往日的辉煌 那夺权必然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现在他们掌握了自花摊 对于干爹还有兄弟们都是好事 事已至此 大马也无法改变局面 只好带着弟弟管理起了自花摊 这小马虽说冒尽油滑 但商业嗅觉确实是灵敏 经过他的改革 自花摊的生意居然起死回生 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而大马办事依然很是稳重 每个月都要把账目报给王老吉 从这段话就能看得出 王老吉对于马氏兄弟做过的事情 好像是知道一二的 但他自知年老 便也顺水推舟了 因为自花摊生意好了 大马也就又攒了一些积蓄 钱当然是不能放着不动了 于是他又开展了放贷业务 这一天 一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 他是远方日报的孙老板 因为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要借十万块 小马眼里只看着利息 但是大马的眼光却很长远 他感觉眼前之人对自己有用 便直接说要免息 孙老板自知无功不受禄 承诺分给他报售股份 然后就离开了此处 小马对胳膊的做法很是不解 这个远方日报在现实中应该就是东方日报了 和电影中不同的是 此报纸并不是大马买来的 而是马氏兄弟于1969年亲手创办的 在二人的经营下 连续31年雄剧 香港报团一哥的领导地位 单日销量高达53万多份 读者超过340多万人 远远抛离其他报章 虽然剧情讲到此时 这还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报纸 但它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大马二人把字花摊的广告印在上面 并推出了买字花送报纸的活动 靠着这种宣传力度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字花 而远方日报的销量也随之增长 其实现实中的东方日报 一开始也是销量不咋地 直到1970年初 马氏兄弟另替西晋 听请了名家来写苟经 那时候的香港市民 喜欢赌博的人很多 因此东方日报销路开始猛增 并逐渐成为了全香港销量最高的报纸 这一天 马氏兄弟正在路边摊吃饭 突然来了一群手石砍刀的大汉 劫持着他们就来到了一处木材仓库 当看到那个眼镜男的时候 两人才反应过来 自花摊的事情可能暴露了 果然 把两人绑来的 正是带他们长大的石哥 虽然石哥口中证据确凿 但他其实只是收到一些模糊的线索 并没有真正听到眼镜男亲口承认 与大小马串通搞垮自花摊 在一顿毒打之后 那个人还是不招 本就脾气火爆的石哥 直接让人把他推进了锯木机 虽然眼前一幕很是血腥 但大小马仍是不肯承认 没办法 石哥又把小马捆在了锯木机上 眼看他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没想到干爹突然出现 制止了石哥的下一步动作 兄弟俩一直都没承认这个事情 因此石哥的指控也站不住脚 只能给小马松了吧 接着王老吉便拿出一打账单 说字花摊在他们手上 远比在自己手上更好 现在兄弟们的薪水都涨了 不就是因为他们二人精盈得当了 石哥被说得无地自容 直接要把手砍下来赔罪 好在大小马及时阻止 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当石哥走后 王老吉却说出这么一番话 知道干爹不会追究 悬在大小马心中的一块石头 也便落了地 他们可以更安心地 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了 首先给他们带来惊喜的 是那个无意中得到的远方日报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他一举成为港九报业的龙头 在行业一年一度的交流会上 报社孙老板感恩大马当年的雪中送炭 直接推举他做了报业工会的董事主席 接着这个身份 大马成功进入了香港的上流社会 并结识了不少的商界以及政界灵人 尤其是这个陈信议员 未来将会帮助二马一步登天 只不过这人有一个缺点 就是喜欢讲笑话 一般人讲笑话并不算缺点 只不过他讲的笑话太尬 尬到让他自己成为了笑话 和大哥喜欢结交各界名流不同 小马喜欢的还是吃喝玩乐 在这个晚宴上 他结识了大明星张璇 为了追求这位美女 他还投其所好地带着人家来到了西餐厅 但是小马毕竟是穷苦出身 既不知道什么是沉尿葡萄酒 也不知道生蚝除了爆炒还能生吃 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即便如此 他仍是厚着脸提问张璇喜不喜欢自己 小马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嘲讽恼怒 因为在他看来 做上流社会的人并不难 这种地方有钱就可以来 多来几次也就熟了 并不能因为别人与你的认知不同 就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接着他便掏出了钞票 跟服务员说要包场 俗话说得好 只要你觉得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张璇就是如此 找了个借口就跑去了洗手间 用完餐后 小马送张璇回家 他还想跟着人家进门 但之前的露脸行为 张璇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小马这下知道了 原来钱也不是能买到所有东西的 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立下的承诺 时间来到1968年 金三角大毒枭罗新汉死后 新强人昆沙崛起 马氏兄弟为了开发新业务 亲自到金三角与他洽谈 这里要纠正一下 罗新汉并不是1968年死的 1973年缅甸开始禁毒 他才被抓了起来 因为贩毒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另外还因为判国罪加了个死刑 后来政府大赦死刑被撵除 然后经过一番运作 无期徒刑也变成了有期徒刑 然后到1980年左右就出狱了 开始干起了合法生意 还做过缅甸首富 并不像电影中说的那样死了 马氏兄弟去金三角见昆沙 拿到的是全香港的毒品代理权 因此他们不需要自己亲自卖 只要把毒品运到香港 批发给个地盘的老大就行 于是两人便找到了势力最大的金牙鞠和标书 小马一看金牙鞠此猖狂 三两下就跟他们吵了起来 大马知道这是人家地盘不好应来 便立刻阻止了弟弟的下一步行动 然后说合作不成 那就告辞了 但是没成想金牙鞠贪婪得很 拦住二人不让他们走 说字花摊的生意 他们有插手 而且是五五分账 小马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回去之后就把事情说给了石哥 要知道这次花摊就是石哥的密林 一听说有人想要插手 那自然是血气上涌 淡婉就带着刀摸进了金牙鞠的地盘 但是对方混了这么久的江湖 哪里可能不做防备呢 提前埋伏好的大兽 合力把他打死在了浴池之中 连外面坚硬的小弟们 也一同被灭了口 而这还没有完 第二天他们又派出人手 暗杀了退休的王老吉 跑去台湾躲风头 顺带着开发业务的大小马 也遭遇了伏击 好在小马身手了得 挡住了第一波攻击 然后带着大哥就往外跑 但是在一个跳跃的过程中 大马扭伤了脚踝 眼看就要被人追上 小马顾不得那么多 咬着牙便背起了大哥 看得出他虽然平时立自当头 但对大哥确实没得说 在登上了一艘快艇之后 两人终于逃出升天 夕阳西下 两人站在海边商量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并因此产生了争执 小马指责大马瞻前顾后 干什么事都慢半拍 所以被敌人抓住先手 造成这样的后果 然而大马却说 你不让石哥去刺杀 人家也不会找到理由动我们 两人虽然大吵了一番 但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想办法报仇 回到香港后 他们找到了标书请求帮助 然而这个人跟金牙军 是结拜兄弟 怎么可能为了钱做反骨子 不过大马却早就打听到了消息 金牙军的势力越做越大 现在根本不把这个标书放在眼里 于是他便以此入手 跟标书说 如果金牙军的势力进一步增强 那你的地盘也岌岌可危了 我们的干爹王老吉退休了 他都不放过 你这个结拜兄弟 也不敢保证能性脸于难 大马这一番说辞 还真打动了标书 几天后便约了金牙军出来 说是跟大小马谈判 要说这金牙军确实够猖狂 在餐桌上连结拜兄弟的面子都不给 上来就是一顿摊 也难怪标书愿意配合大小马 趁着金牙军走神的空荡 大马直接把他按在了桌子上 小马拿着叉子就捅在了他的大洞脉上 这个猖狂一时的大毒枭就此殒灭 虽然标书帮助大小马铲除了金牙军 但两人知道干爹的死 跟他也脱不了关系 那大马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借助陈一元的影响力 给警察施压 把香港的大小黑帮全都扫荡一空 从此他们彻底走上 自己进货 自己运输 自己售卖的一条农产业链 因为陈一元的帮助 大小马还顺利地改进了走私路线 让自己的利润更为丰厚 为此他们特意用过生日的名头 送了对方香车美女 以及一后备香的钱 但是没想到对方贪婪到了极点 拿了这些钱 还想要更多 说自己的杨幂生日也快到了 随着鸦片卖得越来越多 小马的财富暴涨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流人士 当他再次约大明星张璇吃饭的时候 不但性格稳重了很多 而且还对各种红酒如鼠家珍 连澳洲生蚝的几种吃法 也烂熟于心 就差得心上人讲 回自有几种写法了 看着对方身上散发的无穷魅力 张璇瞬间就沦陷了 上次是连大门都没让小马进 而这次在车上就开始把持不住 干柴烈火地亲在了一起 小马顺利地把张璇娶回了家 而大马也跟一个街坊的女儿结了婚 两人的生活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一天是王老吉的忌日 大小马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香港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到场 只是有一群小混混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见到小马就要拜大哥 小马向来要面子 听到张璇的几句话 便自作主张地收下了几人 但是大马知道后却极为不悦 他倒不是因为弟弟擅作主张不悦 而是因为听到了 这群小混混 原来是跟阿彪的 他们能背叛之前的大哥 那也能背叛自己 收教这种天生反骨的人 属于是养虎为患 然而小马却有自己的看法 看弟弟如此信誓旦旦 大马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叮嘱小马 别让这群人去公司的屠宰场 因为他们现在 孕毒都是藏在牛肚子了 这个消息要是被泄露了 那大家都没好下场 不过大马担忧的事情还没发生 另一件大事就让香港变了天 那就是廉政公署成立了 港督要重点打击贪污腐败 陈一元在一旁听的直冒汗 但是负责人又发了话 你们只要配合工作 那之前的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就 听到这里 陈一元顿时松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就开始表忠心 这一段戏份是有点写实的 当年廉政公署建立后 为了化解各方利益集团的阻力 对于很多高层人物 确实是既往不就的 很多中层人员也只是轻判 尤其是英国警察 与华人警察所收到的处分 更是天差地点 同样的受贿金额 英国人可能只判一两年 华人的话直接就十几二十年了 那个总警司葛伯 基本上就是当时 可以抓得最大的鱼了 也只不过才判了四年 大马哥在政界认识的人多 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于是便打算去台湾发展 他计划着让弟弟先去打基础 自己随后就到 然而以小马的性格 只认为大哥太过于胆小 根本就不用把廉政公署当回事 而旁听的张璇却认为 这是大马要学番 所以要赶自己夫妻去台湾 因此说出了一段 颇为阴阳怪气的话 张璇的这一番话 还真的就激起了小马的逆反心理 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香港 并放出豪言 要将贩毒做到七大洲 大马听到这番话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走了 几天之后便举家离开了香港 亲兄弟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亲 小马那一晚发过脾气后 第二天就冷静了下来 感觉自己对不起大哥 不过他仍是不愿意离开香港的 只能买了大马最爱吃的烧鹅 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愧疚 随着大马的离去 小马开始正式接手家族的业务 依靠着大哥之前积攒的人脉 以及自己狠辣的做事风格 家族的实力不但没有倒退 反而还进步巨大 没过多长时间 小马就成为了香港著名富豪 张璇也靠着这层关系 接连拿了四戒影后 然而捞片门的终究是做不久 很快就有人盯上了小马 这个人就是总华探长雷老虎 他跟金牙居是同乡 而且还是对方的靠山 马氏兄弟干掉金牙居这件事 一直都耿耿于怀 因此经常性的检查 小马买进香港的货物 看有没有毒品 但他哪里知道 现在人家运毒用的是牛肚子 因此总是查无所获 但是雷老虎却不肯放弃 于是向廉政公署举报了 小马走私贿赂的事情 对于这些指控 小马当然是不会认的 而对方没有什么证据 也暂时拿他没有办法 非常讽刺的是 负责这起案子的人 正是当初收钱收车的陈一元 他现在拥有豁免权 因此是大力配合上面的行动 为了能把弟弟捞出来 远在台湾的大马 不得不冒着被抓的风险 回到了香港 他先是找到了陈一元帮忙 但是对方却不想再下水 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本事 让大马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大马看冷的不行 那只能来硬的了 他之前每次对陈一元送钱 都保留了交易记录 给对方找女人 也暗地里拍了照片 虽然他有豁免权 但那也是不能公开的潜规则 如果这些东西登上了远方日报 那陈一元即便进不了监狱 但名声和仕途也将毁于一旦 没办法 对方只能妥协 经过一番操作之后 把小马给保释了出来 然而他刚走出监狱 还没跟哥哥说上话了 雷老虎就半路杀了出来 雷老虎听到这话呵呵一笑 你要证据是吧 他招呼手下带来一个人 正是小马之前收的那个小弟 这家伙真是个反骨仔 把屠宰场贩毒的事情 全都给交代了出来 现在有了证据 雷老虎自然是可以让小马二进宫了 这一段很明显就是细说了 因为小马落网的时候是1977年 而屡乐在1968年就退休了 此时连正公署都还没成立 把他加入到这个剧情中 或许只是想蹭把热度 为了确保不会有人 再把小马给保出去 雷老虎24小时待在这里 就等着上面给他定罪 大马本来想再用点手段 把弟弟给捞出来的 但是现在听说 雷老虎一直在监狱守着 便没有了办法 只能安排人把对方挟持过来 跟他好好地谈判 而雷老虎也很是配合 见对方来人找自己 便乖乖地上了他们的车 其实他早就料到了 大马可能会这么做 因此已经叮嘱好的手下 如果有人挟持自己 那就悄悄地跟踪那辆车 刚看到大马露面的时候 就立刻上去把他抓回来 这一招就叫做明修站道 暗度陈仓 然而雷老虎的智商 显然还是跟不上大马 大马使出的这一招 叫做吊虎离山 他根本就没想着谈判 只是想把雷老虎骗出来 此时的监狱里面 张璇正在探望小马 不知怎么的 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 雷老虎留下的看管还想劝架 但是这正中圈套 小马直接就把他们给放倒了 然后带着张璇就要跑 只不过他忘记了对方有枪 一声枪响之后 小马腿部受伤 直接扑倒在地 越狱计划眼看就要失败 这时候监狱的老御长开了口 犯人受伤 必须送医院 然后就打了急救电话 当雷老虎回来的时候 小马已经不知所踪 愤怒至极的他 嚷嚷着要找御长的麻烦 但是御长却说 是上头的命令 也有什么事去跟上头说吧 没有什么证据 雷老虎只能忍下了这口气 放下几句狠话就离开了此处 而那个老外警察 则是高兴得不得了 小马虽然是被救护车拉走的 但目的地却不是医院 而是码头 这一切当然都是大马安排好的 兄弟二人终于再次相聚 两人默默无言 只是流着泪相拥在了一起 然后坐着邮轮离开了香港 十几年后的1991年 电影《博豪》获得大卖 影片下映三个月后 吴熙豪因为肝癌晚期被特赦出狱 25天后便病情恶化去世了 一带大毒箱就此陨落 远在台湾的大小马 看着昔日的同行如此下场 不禁唏嘘感怀 影片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 这不似大家族之龙兄虎弟 是根据真实人物改变 所以很多剧情都是有识可查 比如大马确实是先一步跑去了台湾 而小马则被抓了起来 然后还有保释也是真实发生过的 你可以猜一猜 这个贩毒数百吨的大毒箱 需要多少钱才能保释出来 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猜不到 小马被保释只花了50万港币 对于他的身家来说 真的是九牛一毛 然后他就在保释期间跑路了 因为护照被司法机关扣着了 所以他到台湾属于是偷渡 因此被抓起来关了一年多 然后就放出来安享晚年了 直到2015年才去世 而他大哥则是一天劳都没做过 在1998年去的事 相对于博豪江森权等同行来说 这两人的下场真算得上是极好的了 虽然电影中的大马忠厚人意 小马重情重义 但这毕竟是艺术加工的产物 现实中的他们贩卖着毒品 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 也不知道有多少家庭 因为他们在鸦片分崩离析 但是因为官匪勾结 利益纠缠 所以这两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 而是比大多数人活得都长 连他们的后代 也依靠着父辈贩毒赚来的钱 洗白白做了人人羡慕的大富翁 这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补入吴石海 我们下期节目 然后再来实际上 参加